在甘肃兰州新区的珠江大道上 有一栋灰色的三层楼房 这栋并不起眼的建筑是一家博物馆餐厅 里面的2000余件老物件 记录了一个多世纪的生活变迁 近日负责人李卫东带领记者探访了这家 很有故事感的博物馆餐厅 推开厚重的木制大门 目光所到之处都透露出浓厚的年代感 转角处的马家瑶彩桃墙 颇为复古风的老式照相馆 小到各式各样的转笔刀 唐瓷缸 大到白满整面墙的声音机和电视机 从三好学生的奖状墙 到鲜艳精美的皮影民俗风 超过2000件的老物件 将31个不同主题的博物馆包厢 装扮得满满当当 唐瓷是将是在一个时代 和我们70年代的时候 非常顺心的一个产品 奖品 奖金 还有加上这些我们的每天生活的器物 你看那个时候高大上的东西就是脸盆 再一个就是糖瓷缸子 糖瓷碗 它因为一个是摔不烂 第二个就是容易保存 再一个加上我们每个单位的 就是单位的记号 这就证明了我们是哪个企业的 对吧 原物原件 就是每一个生活的记忆都在这里头 从诞生之初的奢侈品 到畅销多年的日用品 再到如今的陈列展品 以往只收到小众投资客追捧的老物件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 逐渐被更多民众所认可和追捧 成为怀旧风潮中的新宠 李维东介绍说 每个包厢都根据收藏物品的风格 起了文艺的名字 例如留生岁月 净花水月 秤心如意等等 从细节开始 拉开每一位到访者的回忆思绪 大家都是说是 我们把生活中的细节都忘了 从这地方能勾起 它好多生活中的那种记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庆幸的一件事情 堵物私情 就是看见这件物的时候 能想起好多年 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目的 能把自己那种心里头那种记忆能打开 能释放出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的 年轻时的经商经历 让李维东手头逐渐宽裕起来 从收藏的爱好发展成迷恋老物件 52岁的李维东 收藏老物件已有20载 在民众眼中的无用之物 他却如获至宝 他说老物件对于现代人而言 不仅仅是一个载体 一个工具 更多包含着时代的记忆 下一步李维东计划将剩余藏品 开设专门的博物馆 是游客或食客 共享文化大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